4月19日 中国赴菲律宾抗疫医疗专家组 完成在菲律宾援助任务启程回国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熙莲 菲律宾外长洛青和非卫生部长杜克等到机场送行 专家组乘坐下航飞机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行程 从马尼拉平安返回福建厦门 当他们走出航站楼时 机场防控工作人员献上了鲜花 此行专家组一行12人 受中国政府委派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建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选派 于4月5日抵达菲律宾马尼拉 随机携带并捐赠一批医用N95口罩 医用防护服 呼吸机等急需的医疗防护物资 给菲律宾政府 我们分享了我们中国的抗疫经验 我们指导他们的医疗工作人员 在新冠会员防控 临床诊疗 为重症病人的管理以及实验室工作方面 都做了指导和咨询 除了结合菲律宾情况提出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专家组还在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重点为驻飞使馆 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等非社会各界 提供防控咨询指导和必要的防护品中医药等 专家组以实地走访 讲座和视频连线等方式 普及防护常识 培训非华社抗疫志愿者 解答华侨华人疑问 据了解 在14天的时间里 专家组共参访11家当地医疗机构 参加10次交流会议 举办6场培训 培训浏览人次 共计9万余人次 菲律宾方面也积极采纳专家建议 完善相关防控诊疗措施 中国医疗专家组的工作得到了菲律宾政府 医疗同行及广大民众的认可和赞誉 当天 福建省卫健委党组书记黄如新 省侨办主任冯志农和厦门市副市长 国贵荣等有关领导到机场迎接 中国赴菲律宾抗疫医疗专家组顺利回国后 在厦门指定休养点集中休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